大家好,各位,歡迎大家早上又看我這個簡古直播室 今天是2022年7月5號11點05分 又回到我的工作地方,今天和大家看看恆子 我等了很久,我等了很害怕一說話就轉去紅色 不要緊,現在仍在升43點,恆子在補21,875點,升了0.21% 成交今天是577億,今天早上又升得不錯,升到22,198 現在回落到21,877,今早其實預測了都是先升後跌 那我又不是這麼想的,因為我自己是想市是勝 但是無奈地,讓大家先看了,免得被人摸我吹水 今早8點31分,各位同學早安 今天看到牛洪正的分佈,牛正跌大約400點才能殺牛 洪正的話張數比較少,兩邊的誘因都不大 不過就預測先升後回,現在未就是先升後回 哎呀,但是先升後回又怎樣呢,因為我又不是這麼想 先升後回,為什麼呢,原因就是我總是覺得市是時候要彈上去 你不彈的話呢,即是就危險一些 因為我覺得秋季是時候升一升,但是那時候沒有來的 牛洪正的分佈是一般的,一會兒跟大家看一下 不要等了,現在先看了 看見到21004至21005有863張,但是呢,你看個小 下去呢,去到21004才可以跌,即是說由現在開始跌 你都要跌回400點,你才可以跌到800幾張 如果你說再想深一點,跌下去,21300啊,21200啊,這些水平的話呢 你還要跌多200點,你又跌成600點才能殺到下去 所以你就想一下,有什麼可能突然之間又跌下去呢 但是呢,不過我怎麼都要說一說呢,其實如果現在這樣看下去呢 那個大市可能呢,就是我覺得北水絕對是不充足先 第一樣東西就是我覺得北水少一些,如果不是成交 今晚呢,只有580幾億呢,絕對是推不到那個大市上去 那另外呢,就是要看回整個環境因素 那美國那邊呢,又跌下跌下跌下,又不升又不跌這樣呢 似乎呢,都是沒有什麼方向的 那這樣呢,其實有點恐怖的,因為呢,我反而會覺得呢 整個大市可能呢,在等著一些消息 不過呢,問題就是,我不知道那樣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但是現在這樣看呢,似是壞消息多一些的 那,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東西我們忽略了 或者是現在真是對大市,個個都看不好 所以呢,沒有什麼資金流入 看回如果你說,新聞最近呢,都是在說 表達,劉鶴和耶倫的通話呢 表達對美國取消對華的徵稅呢,是關切的 但是呢,表示了之後呢,暫時呢,就沒有一個確實的答覆啊 或者是肯定啊,而令到這件事呢,慢慢慢慢減少 那這樣就非常恐怖啊,爲什麽這樣說呢 因爲你知道,其實現在,由之前打這個關稅 打完這個關稅的出口,打完出口,然後出了口術 然後呢,還有疫情呢,其實都一浪低過一浪的了 那,去到現在這一刻,都仍是停留在關稅的問題呢 其實呢,是一個挺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疫情是減了的時候 關稅這件事,可能中國和美國這個貿易戰 可能繼續延續了下去呢 那,其實呢,又真是越拖就會越死了 那,所以呢,都有一些關心,即是要關切留意這件事了 好了,第二樣就是,你見到資金不是流入得那麽多呢 其實香港的市場呢,你見到是供不到上去的 那,不過不用說那麽多了,再說下去呢,我想呢,又轉了燈了 那,今天呢,先看了整個一分鐘圖 那,今早的預測上到22,200點左右 那,那先升,我都是說夾升 其實十分鐘都沒有的,去到第十分鐘,其實是第十一分鐘 已經開始回落回來了 你一回回到現在,其實我都幾肯定 一會兒會轉一下燈的 你不轉燈的話呢,其實就沒有需要這樣掉下來 其實今早呢,橫開就行了 所以預測呢,一會兒會跌下來 那,為甚麼呢,那你就看了 你見到,牛證那方面呢,你都增加了那麽多 那,今早早上去的時候 那些人呢,就會,嘴嘴地買下去的牛證 以為不會跌穿 那,但是呢,如果臨收市的時間 你見到,慢慢慢慢都是移回到下面 向到21,600啊 甚至乎是21,500點左右的水平 你就留意了,明天想都不用想 直接買下去吧 我都幾肯定會殺的了 那,但是現在呢,在21,800點呢 的確是難猜很多的 那,如果在這個時候難猜 那可以怎樣呢 就不需要做一個決定的 那,那麼早呢,何必決定呢 那就先看定些 但是,大市可以不理 猜呢,就一定要理了 好了 你看回,今天現在升得最多 這個阿里健康241i轉燈了 轉做紅燈了 明明下燈轉眼變成紅燈 哎,假使你相當勇敢 你都不要繼續買下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都說了 一轉紅燈呢 其實整個世都不同了 那,今早呢 其實這隻阿里健康都做得不錯 但是你看到現在的盤形完全不同了 還有沽壓 只是有沽壓,沒有人買上去 所以阿里健康 算了吧 不用問著了 他現在其實就是準備要沖這個阻力位 他如果是這個不好的屎裡面 怎樣沖呢 沖也沖不到 哎,死一把聲又沙沙的 好 那,看到這裏呢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是挺喜歡這隻阿里健康 上個星期其實我也有說過 我等這個星期沖 雖然不是我五隻監察的藍醜裏面 但是這隻阿里健康很明顯 其實他是在醞釀沖上去 那麼上個星期始終是差一段距離 今天我都以為他沖沖沖沖會推上去 誰不知呢 第一樣,推不上去 真的有點失望 所以這隻阿里健康呢 你問我我也是這樣說的 你先讓他突破了 突破的位置呢 就是五個七毫七 一直突破不了 一直都不要搞他 只會自己危險 你看到吧 五個七毫半 五個七毫七呢 已經落了柱在這裡 紮實了 都上不去 所以不要搞 好了 再看下去 今天正在升 其實我本身對自己 很高期望 五毛仔 五隻的監察其中一隻 今早曾經差一一一那麼多 就爆上去 但是呢 總是市場不快 所以成交量是沒有做到出來的 估計上今天的成交量不到呢 那唯有做些什麼呢 等啊 都是唱歌啦 等了又等 那你現在呢 都沒什麼辦法 但是我估計今個星期 仍然是有一個希望可以衝上去的 那這隻是其中一隻 對啦 還有一路說下去 其實你就知道 剛才這隻9618 又含含含衝了上來的啦 去到269.8了 其實今早呢 真的衝我上去的 但是現在又去到這個位置 265元 我要等它衝啊 什麼時候才可以衝到呢 唉 這隻是上個星期 講到今個星期 我都說要重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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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啦 但是看回我的成交量 無奈地 成交量今天是不足的 其實暫時 去到這一刻呢 都是只有5.69億年 5.7億都做不到啊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要留意可以其實繼續留意 我五隻的其中兩隻 其實今早真是給了力 基本上拿著摺棒棍呢 就繼續打算下去摺力了 但是無奈啦 那屎又不給一下面子 是都要搖搖搖搖搖 不過不要緊 我告訴大家 這個星期 是還有機會的 那再看下去 看回去我那幾隻 那有邦上個星期都說了 升穿了80元呢 就含含含再上了 現在等突破86元 今早其實衝上去86.4了 那有邦呢 就是之前說過了 所以我今天不說了 那再看下去 唉 唉 嘻嘻的都沒用 真的 好了 再看回去呢 騰訊不說了 沒有足夠條件 即是李靈 李靈呢 其實是其中一隻來的 你見到今早又是爆了上去 一無... 一個市不夠好呢 它又推不出來 不過不要緊要 你看到今天現在跌0.07% 但是成交額不高的 即是说他现在沽压不大,在酝酿还是继续冲上去, 给点心机,给点耐性,还有给点面, 等多一会儿可能他就会再上回去, 不知观众朋友呢, 你见到我给那五只,五只都好其实是冲得很劲的, 给点心机等下,今天成交量是少的, 现在都是610亿而已,整个大市都是, 不是那么理想,不是那么英俊, 所以不要渴求他会突然之间爆炸, 不过以五只你今个星期不留意的话, 其实你下个星期再留意,可能就跌了下去了, 今个星期还有两只,会留意记不记得是什么呢, 1928,18元,今早又是升了上去了, 很接近,但是我发觉他应该是, 都入不了头三甲,再等一下, 还有一只27都是一模一样, 现在还是处于这个水平, 不算太差的,其实也不用沽的, 为什么呢,因为你见到成交量也是很少, 即是说沽压也不是那么重, 所以你可以留待一下, 其实没什么沽压, 你见到有人买都会有人沽,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这五只仍然是今个星期我监察的名单里面, 如果我们要再看,就是看跌下去, 信与光学上个星期, 讲到今个星期,都说他的走势不好, 越穷越见鬼,大家记住条线, 如果一百一十五元跌穿了, 你就要看定它, 为什么呢,等着一百一十三元就要沽它, 那去到现在这个位置, 一百一十三元, 你见到我现在这条线, 指着的地方,就是再跌下去, 你就要一起沽的位,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二三八二我暂时没有兴趣, 买它会上去的, 另外一只都要讲一下, 就是这只小米, 问了很久了, 它升不到上去, 当然有原因的, 你见到, 去到这个阻力位, 十四个四毫六, 已经过不了, 证明了沽压在这里, 有沽压, 它自然就要等突破, 但是突破不了, 就会压回来, 这个就是呈现了, 那天我说的, 它一不够力的, 熬不到的, 它就冲不到上去, 冲不到它会掉头跌回来, 还要是有沽压, 它不是没有沽压, 那才可惨, 有沽压, 它继续会下去, 它的支持位呢, 现在就在十二个六, 那如果你说你想买的话, 你先等下, 十二个六, 看看它站不站得稳, 站不稳的话, 它就会继续挨下去, 那我觉得十二个六, 暂时都可以顶得住, 那就不用担心, 但是你记住, 它要上冲的位置, 记住在这个位, 十四个半, 那它要上升得到, 打穿了, 才有机会可以再上去, 好了, 那跌下去还有什么可以沽呢, 刚才我记得有朋友问, 那只175, 可不可以保持, 175不要保持, 我刚才说了几个, 我都说不要买, 但是这只不要保持, 我看到细不是那么漂亮, 它跌穿了这个裂口高开的位置, 这只17元, 然后一下就插了下去, 沽压慢慢慢慢增加, 我都有一点担心, 你看到一阵一阵推下来, 是有大的大压沽出来的, 所以这175我不建议保持, 暂时先沽了它, 况且这175由低位升了上来, 都有差不多, 所以不保持, 我都觉得很正常, 你看看, 其实它升了很多, 现在回到16.5这些位置, 让它站稳, 还没站稳, 都不要买它, 所以危险, 好了, 那讲一讲大家股,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那明天就有个股票分享会, 免费的, 欢迎大家卡住右下角的QR Code, 右下角的QR Code就可以报名我明天的免费分享会, 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我的YouTube, 或者你看得开心, 又见到我真的帮大家赚到钱的话, 希望大家给点面, 和给点赞数我, 现在只有23个赞, 一起上网人数170人太过少了, 希望大家给点留言我, 赞和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一会在11点40分, 就会跟大家讲一下配股, 配股又有些什么玩呢? 今天我又找了三只股票跟大家讲, 希望大家可以留下, 听下什么叫财技, 好吗? 欢迎大家, 记住叫朋友进来, 订阅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赞和分享, 好了, 现在开始回答观众朋友问题, 首先和YouTubeTelegram的朋友, 打声招呼, Yoyo, Noma, Loma, 是不是第一次见到你, Loma, 还有就是, 辉煌, Cecilia, Ellen, Butterfy, 接着就有, Lily Chong, Victor, Ricky Ju, 还有就是, Shirley, 露营必须走, 奇魂基锦, 你们好, YouTube上面的朋友, 你们好, SoloWalker, 我今天见到你很早进来, 多谢你, WinWin, Latani, Barry, Rictor, KL, 还有, Holting Zhang, Fongless, May Lee, Cony Chow, Dennis, Jang K, 还有,Dennis, Christy, PPSS, 还有, Hochun Lam, Tong, PG, 还有, Zozo, 你们好, 欢迎大家, 你们留言的话, 我一会就会回答你们问题, 非常之欢迎大家, 希望大家多叫朋友进来, 一会就和大家再讲一下配股, 好了, Yoyo就想问一三一六, 一三一六, 奈世特, 哎呀, 这只有点失望, 他冲到上去这个位, 即是他去到这个裂口位, 他上升不了, 证明这个裂口位又是拦住了, 见不见到, 其实我画给大家看, 大家可能容易看一点, 这个就是他的裂口位, 见不见到, 那裂口跌下来, 就是2022年3月7号的位置, 去到当日的高位, 大概就是6.38, 6.38, 现在就去到这个位, 就顶回下来, 那你记住, 如果顶回下来之后, 其实他现在一直都上不了, 就有点危险, 咦, 刚刚这药明失物, 弹了出来, 到了价, 是的, 7月4号, 昨天跟大家说, 74.7, 如果over到77.3, 就上去这个80元, 现在就去到81.05了, 那, 一冲穿就立刻上去了, 冲穿了, 然后上去, 那, 中了, 有没有人给点掌声, 都是说一句, 我发觉这一轮, 都不知道为什么, 中了都没什么人理我了, 可能习惯了, 习惯了些人就觉得, 正常, 我都说了, 冲了上去有5-8%, 今天就有5%, 约明失物, 又再印证一次, Garry Sir说给大家听, 中了, 中了, 中了指标的东西, 那你想不想学, 想学的话, 右下角有个QR Code, 点击它, 明天股票分享会再讲, 否则我答不及大家的问题, 那, 约明失物, 那, 升了上去, 那, 升了上去, 再给一个指标, 85.4, 85.4, 那, 都加提示, 都是, 85.4, 中完之后, 今天是, 现在又81.9了, 都是啦, 中了, 中了, 有时候的东西是这样的, 就是, 中完呢, 那些人就会觉得, 每一天都中, 正常啦, 肯定啦, 肯定啦, 那应该我继续讲咯, 但是, 中了, 你们都要给点like数我, 叫多些人进来, 41个like, 难道这么不值钱? 算了, 直破呢, 都是很难搞的, 下次都是录片算了, 录片可能方便些, 那, 希望呢, 只股票现在去到这个85.4, 85.4呢, 才是, 下一个target, 那, 又回头了, 那, 回答回刚才的问题先, 好, 回答完刚才的1316, 6.1有货, 我觉得就, 暂时就指了它先, 不要搞了, 然后, 250, 250, 给一滴电子, 又是, 去到高位阻力位, 冲穿不到, 冲穿不到, 那又要怎么呢, 走一走, 给大家看一下, 去到这个阻力位, 它升穿不到, 升穿不到, 就要走, 大约就是26元的位置, 如果你要等它再买的话, 你都要等它升穿回26元, 一天未升穿26元, 一天都不搞, 但是如果它升穿26元, 就好像刚才的药明生物那样, 一天就爆上去, 那这才是, 我们叫做价量齐升, 趋势交易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是用这个方法, 在今时今日里面, 很难玩, 即是你要用一个价值投资的话, sorry, 我帮不到你,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26元就是一个指示, 那我见到观众朋友, Yoyo, 你说25.3有货, 要不要止蝕, 其实呢, 你早两天呢, 25.3呢, 应该你都是追上去的时候买的, 它冲不到, 你看到呢, 一冲下去, 跌回来, 你就要走的了, 买入的地方, 其实呢, 就是最适合走的地方, 如果你没有走的话, 其实你现在坐着了在那里, 坐着了在那里, 有没有危险性呢, 给个位, 给个位你看, 23.2, 23.2是一个小小的支持位, 如果跌穿了的话, 你就好走了, 我相信你现在呢, 你都不敢走着了, 因为你现在在亏钱,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趋势交易是这样做的, 如果你不是用这个趋势交易的话, 其实你听了我说, 你很难买得入的, 因为绝对不是一个越跌越买的策略来的, 好, 2246, 快狗打车, 新股, 跌下来没有承托, 有沽压, 不建议拿着就走, 不买的, 这些股都是一年之内, 我都不太会买的, 所以暂时不要搅拌, 接着阿Loma就想问, 1211, 汽车股, 今个礼拜一般的, 我自己也是觉得, 今个礼拜我又不是那么想搞汽车股, 因为见到连续几只汽车股, 都要落回它上一个支持位,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证明这些钱今个礼拜不是落在汽车板块, 那跟大家看看板块, 好了, 你见到汽车板块, 其实其他都有一些升上去, 但汽车板块, 红色的一执, 全部都跌下去, 只有北京汽车和蔚来升上去, 所以今个礼拜暂时, 我都看不到资金涌过去汽车板块, 所以我暂时不会选它, 所以观众朋友都要留意, 不是汽车板块的时间, 就不要乱冲进去, 危险的, 好, 再回答大家问题先, 跟着呢, 落到300, 300, 他之前上去400元, 就收了钱, 应该, 上次给大家400元, 我也是那句, 到了价就要带钱落袋, 带钱落袋之后, 就看看支持位是否能够, 支持位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已经要落到365元, 如果去到365元都能够, 那就要走一走,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 正常, 如果是一个大趋势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 哎呀, 又到了, 冲上去, 10%都要是明身, 刚刚说完又中了, 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是中中中呢, 不过算了, 暂时我都看不到什么有什么起色, 给点掌声先, 给点赞数我先, 刚刚说完, 哎呀, 354元又到, 好耶, 到完, 那怎么办呢, 继续看, 再冲大阻力, 大阻力在92元就不那么容易, 其实我觉得今天, 你去到这个位置, 你应该都要, 收下手了, 带钱落袋先, 好了, 带钱落袋之后, 再看看能不能冲到92.8, 好, 又来过, 我都没试过, 一次过, 又中, 好, 喂, 出来啦, 出来啦, 不准我入, 几衰, 现在这个富途, 一转到这个版面, 就嗨嗨的, 出不了完全, 搞不定, 没有啊, 出不了啊, 呜, 带了机, 好鬼差啊, 这个设定真是, 差到爆, 好差, 轻轻了机啊, 有没有办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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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紧, 那, 继续讲解其他先啦, 他, 他轻轻了机, 这些富途都真是差, 好, 再开个, 自从换了这个新的度假提示之后呢, 就这样, 可能他不让我中啦, 那, 我看呢, 如果你说借2269呢, 继续上啦, 那, 破到阻力位嘛, 刚刚呢, 到了85.4啦, 那, 到完85.4呢, 我又要再设多一个target给大家的, 那, 设92元啦, 那, 现在又, 哎, 回啦, 回得很快啦, 刚才应该, 刚才说了, 刚刚, 应该先带钱到袋子的, 没得不带钱到袋子的, 升得那么快, 再上呢, 就是92元啦, 出价提示啦, 刚刚又到了啦, 刚刚如果观众朋友有看, 五分钟之前左右而已,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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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又说了啦, 1024, 1024正啦, 今早充了高位呢, 去到91.5, 一半啦, 现在是, 跟个市场, 撑不住啦, 不是很够力, 但我觉得它会再推上去, 放心啦, 成交量是够的啦, 那, 那, 今个礼拜啦, 我觉得它会再推, 如果你有货的话呢, 我觉得你应该保持住它啦, 没有货的话, 等它充了90元先, 充了90元呢, 它就会再上啦, 那, 那, 记住啊, 如果充到上去的话, 先先带了钱先, 不要想那么多, 呃, 好像刚才那样, 带了一半到袋里, 然后再等它再突破呢, 那就对啦, 好吗, Cecilia, 想问你1071, 华电, 呃, 呃, 今天几好啊, 做了, 其实,呃, 都做了一个价量齐星, 突破了, 突破了阻力哦, 呃, 突破了这个阻力, 但是它, 新的阻力会遇到呢, 就在两个八, 两个九的, 是的, 两个八毫八这个位, 扎住了, 你, 如果你保持住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再等下先, 因为今天它成交量都是够的, 那, 那如果你未有的话, 等它呢, 充穿了两个八毫八, 那两个八毫九呢, 才好买呢, 那就会安全一点, 好吗, 好, 接着呢, 下去的991, 991带糖发电, 等咯, 等着突破哦, 识体了哦, 但是, 成交量就不够了, 要等我成交量够了先, 暂时成交量是差点一点, 那, 还有, 排盘, 我嫌它不够好, 如果排盘再漂亮一点, 就会好, 少那些人排队, 右边, 多些人排菇, 那就会好一点, 那, 暂时又不是, 带糖发电, 等一下先, 不是时候, 接着, 不特败, 三八零零, 三八零零, 越升越有, 上到去, 四元了, 今早, 今早, 曾经到了价了, 见不见到, 今早我, 差0.01, 对哦, 差0.01才到价, 6月27号, 当时三个九, target四元, 那, 现在还是, 未到, 到的时候, 告诉大家, 那, 今天曾经上去三个九毫九, 欠缺成交量, 但是看盘是漂亮的, 让它慢慢再冲上去, 我觉得是漂亮的, 这只三八零零, 可以再上的, 接着, 二三三一, 你零, 那, 这一只是, 刚才也有说过, 我是等它突破的, 突破的位置呢, 就是七十二个七, 那, 现在还欠七毫子, 你见到, 慢慢上啊, 我觉得它会冲上去的, 冲完上去呢, 七十七个七呢, 才到我target, 暂时, 那, 那, 等啦, 这个今个星期要留意的蓝筹股, 我记得的, 我全部都有抹下的, 光大环境, 这只就一般的, 我自己不太喜欢住, 那, 那, 你见到这只光大环境呢, 走得很慢, 还有呢, 它的阻力位呢, 在四七六,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大的阻力位来的, 但是, 今天呢, 未去到, 升到四个七毫三, 就已经弹回头了, 所以, 要留意一下, 这只, 暂时未去到最美, 哇, 好颈壳啊, 有什么鬼呢, 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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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排盘都未在到, 我预料着这只呢, 没有那么快走, 我就不想这只主, 再下去, 3900, 六成, 中国, 那, 呃, 我有点害怕, 因为它低位升上来, 升得太过急了, 呃, 我不会买这只, 那, 那, 這隻要小心,這隻要小心,他掉頭可能會很快,我就不會買他,大家要選這些就要留意一下,不然很容易就嗨東西了,好嗎,還有1866,暫時都是低位一浪低於一浪,這個不是右側的交易,不是一個趨勢,他是下降的趨勢, 所以如果是下降的趨勢,我自己有點怕,我不敢買這些股主,希望大家留意,記住,Gail Easeer 用的方法趨勢交易越升越有,我們其實有個心法,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我們買的通常都是等他突破的時候,我們才買,因為我們要借他動力,而令到自己賺的錢可以槓桿化,這個其實是我們的一個心法,但是心法怎樣運用呢,基本上都要配合訊號, 和配合當時的一些 momentum 的指標,我們才可以做得到,如果大家真的想知道的話,右下角有個QR Code,關掉他,明天有個股票分享會,晚上七點半至九點半,裡面就會說到我平時用什麼方法去選股,買股,甚至乎是有什麼策略可以送給大家, 那如果是聽的話,有可能我在裡面也會說到我自己有個課程的,有興趣的朋友,當然你就可以報名,始終都是,在市場交學費當然就是沒那麼好,如果你交完學費學到東西,你就可以拿錢走,好像剛才那隻2269那樣, 你懂得分析的話,今早早就舔了,就不用在這裡搖,對不對?好,再下去,問一百一零,小米剛才回答了,奇雲基金又想問二三八八 看,二三八八中銀香港,我自己很喜歡的,它在支持位上面,它沒有落到去,其實危險位是二十九個半,現在它仍然在上面,我覺得仍然可以支持它,它要做突破的地方,第一個就是三十個九,這些位置,第二個比較大的挑戰一點就是三十一個七,三個一,一個一,如果你是升穿到這兩個位的話,其實這隻股還是一個向上的趨勢, 所以我建議有的朋友可以繼續拿著它,是不需要沽它,二三八八我自己都是,覺得漂亮的,我覺得是會拿的,好,跟著再問一隻九一六,龍圓,不漂亮,下降吹勢,一路一路向下,不要拿著,這隻危險,我不喜歡Sagio,不要買這隻,這隻真的危險,好,這裡有個Google Form,填了它,你就可以報我的股票分享會了, 可以進來Telegram那裏報名,Telegram就是左下角的QR Code,二十,今天兩個部份買不買得,二十我不買了,我只會看什麼呢,它升上去又如何,昨天我都說過了,如果你搏短暫的話,升上去是大機會的,昨天都, 好,但是是不是長渣呢,未是時候啊,為什麼啊,因為呢,其實它現在呢,剛剛才釋放了它們的supply出來而已,即是釋放了股票出來, 但是它都是在低位慢慢慢慢收集的,那現在呢,未是時候呢,大量買入這些股票,除非呢,你說你自己都是一路跌一路買,甚至乎是存貨,等著呢,存一段很長的時間, 如果不是呢,你都不需要買著,那我建議這麼多位朋友,這些股票怎樣買呢,是一個左側交易的買法來的,你要看到別人有一個左側交易, 判斷到有人會買上去,那存了一段日子呢,你先買,如果不是呢,只花了自己的時間,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啊,那浪費了自己的金錢啊,好,啊蘇,嗯,那麼,啊,那,Telegram的朋友,問了一隻2380啊,中國電力,嗯,一般的啊,還是一個下降的趨勢,有機會還會跌穿呢, 啊,你們看看啊,嗯,啊,因爲,還行緊,還要開始動啊,唉,看到我都有點眼睡啊,那,還不行啊,這隻不 OK 啊,要等下一轉啊MT,好啦,那麼,那回答一下youtube上的朋友啦,Solo Walker 就問了幾隻2380剛剛還答了2269都說9988,啊、你爸爸 爸爸竟然去到左力位,左力位又上挑戰,挑戰118 爸爸有些看頭,爸爸現在要挑戰118這個位置 現在這個118這個位置就是當時列口低開的中間位 如果挑戰成功有機會上120元 這隻6月27號120元,上穿到135元,維持著也是135元 等他挑戰成功,現在未是時候,等他挑戰成功 等多一會兒,我覺得有機會 爸爸有機會,這麼多隻我覺得 6-9就到了價格,剛剛9988就等 好,接著2-2-4-6開始反彈,看看是否 哈哈哈哈 按錯了,2-4-6快9打車不可以,不要搞 新股第一,第二,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會沽 因為有很多是一買進去,機構投資者就會沽 沽壓很重,不要買新股,新股很難玩的 傻傻傻 好,WinWin想問1072,東方電器,阻力位是9.9 畫一條線給你 這個位,等它升穿了,你當10元 升穿了,那就帥仔了,現在還在搖上去 我覺得有機會,這隻1072 但是唯獨欠,欠下面這個 這裡的成交量,成交量不夠 如果成交量好像這些 突然之間爆幾支上去,它就會衝上去 暫時就未見到,但可以等下 我覺得都是,這隻都可以等,可以等 可以留意一下 跟著,哇,Conny你又有很多 很多摘住了 1316,耐西特剛才回答了 跟著902回答了,883 883我覺得可以繼續保持 因為這幾天都很久沒有說過油股了 可以繼續,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暫時,匯價定了下來 對匯率定了下來 115元,其他運動可以再衝上去 我覺得可以衝上去115元這些位置 所以這隻883可以先保持 883可以保持,如果你10.4還有錢賺 就繼續保持,我暫時覺得沒什麼問題 跟著呢,139怎麼看 不行,不行,不行,先股,超先股,不喜歡 不要買,千萬不要買,我一般的這些股 除非有一個很,肥手指上年9月入了 嘩,這麼慘,不好,這些時間還沒搞定 這些要走的,真的要走,不是開玩笑 Kristy想問這1313 華潤水奶,嘩,你看到我畫到斜線出來 你就知道,這些是下降得很厲害的股票 不漂亮的,你看,嘩,嘩,怎麼搞啊 玩不到這些,你看看,這條車線恐怖到 沒得搞的,這些,不要買著 未見到最底的位置,未是時候 好,接著再看,1799 嘩,做什麼事啊,今天,這麼多這些 這麼多這些,暫時停用使用者的權限 暫時引向,好,嘩,不行 很多這些,什麼人來的 又是那些,又是那些色情 現在到,現在到去到那個板塊 哎呀,真是怎麼搞啊,不斷走出來 真是要,檢舉,檢舉一下它先 好,檢舉完,全部都是這些垃圾訊息 跟著看看先 1799 新突能源,繼續衝啊,有些料來啊 今天做突破啊,很漂亮的突破啊,還要是 衝到上去啊,有力啊,5%啊,所以就 不是,它是,破了阻力之餘呢,還要是做了價量齊升的動作啊 今天呢,是帥仔啊,連續兩天都帥仔啊 它排盤都漂亮啊,新突能源有得衝啊 嗯,26元有貨可以繼續保持著啊 終於犯價向,不要走著,還有東西看,還可以高些啊 今天看的勢還可以高啊,28.8啊,target 28元左右,OK啊,真的啊,PPSOK啊,不用擔心啊 跟著,Good Morning Sir,3690啊 嗯,一天,其實它現在在搖著的,190元是一個下面的支持位來的 嗯,儲一下貨先啊,我覺得它在儲貨 沽我又不覺得要沽它住的 那,等它突破啦,突破了210元 我覺得有機會上到它這麼高啊,真的啊 嗯,這一隻,給它一點點時間吧 一太心急都不行 那,跟著呢,阿湯呢,就問 1928,3800,不用理它住啊,1797 新東方在線,未啊,未是時候 跟著,20不要搖,嗯,跟著2015 你想汽車,汽車板塊這個星期不想著啊 但它的阻力位在162元,162元,等它衝穿了先啊 啊,不是啊,163.5才啊,163.5啊 看錯了啊,163.5才是它的阻力位啊 嗯,畫一條線先 這裡,對啦,等它衝穿了啦,衝穿了才有用啊 暫時還未得住 嗯,今個星期板塊還未是時候啊 再下去 哇,20159988答了啦 Please adjust your video 哦,好 跟著,6680 嗯,不靚啊,我覺得不靚啊 今早我也有看這隻 但是它,你看一分鐘圖 你們知道呢,它的炒法很討人真 所以我今早沒有買它 你看到啦,它是衝了上去一段 然後呢,再想著突破呢,就騙大家下來了 所以不喜歡這些股票 不要炒這些,這些是騙人的股票來的 嗯,要學會怎樣看哪些是騙人啊 6680,你28塊有貨嗎? 走啦,不要保持啦,保持來也沒用啊 這些不合理的 1696 1696 1696 等突破先啦 突破位在14.6 要在14.6才行 好啦,今天也答得差不多了 因為呢,是時候要講一下配股 如果不然呢,講不及今天的財技教室 那,財技教室呢 我今天選了幾隻呢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先用來給大家看看 好啦,那選幾隻下去啦 第一隻呢,想跟大家講一隻 六九八八,落響六九八八 那呢,先按它出來 六九八八,落響 這隻股票呢,你見到做的財技呢 就做了配股啦,六月七號做的 去到現在呢,就是 還是跌緊十二點七八個百分百 那,新股的比例呢,就是八點八一 但是呢,要留意的部分呢 它是先舊後新的 即是說,有些舊的股份呢 就要丟出來先的 好啦,丟完出來呢,才到新的股份 好啦,那想和大家看一下 喂,這一隻呢,有沒有留意呢 那,移到那些股份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先,然後按一隻六九八八出來給大家看 那,六九八八,現在呢,就是兩個半啦 是不是 其實呢,它之前呢,有個滅世棍呢 出現了的,二零二二年六月七號 就是這一一下啦 就是六月七號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那,移回去給大家看一下 那,當時就說配售咯 配售咯,1.92億 就先舊後新 那麼,配股價呢,就是三個一毫四 那麼,配完之後呢 那麼,折讓了十二點七八 那麼,配完之後呢,就跌了下來啦 好啦,那我們就看一看這個部分了 那,怎樣看法呢 那麼,這個就是白环啦 那麼,跟著我們要怎樣處理這個股呢 看得到 好啦,首先就看一看 它CX6988 好啦,那,看一看這半年時間先 從一月開始看,看到現在 你看到很可愛的 從一月呢,那,開大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買得最多 當然啦,就是這個CX69 Security Dispensary and Kering 我們按進去看一下 你看到這個部分很可愛的 北水呢,跌了下來呢 只要不斷買 那,它什麼時候開始暴買呢 我叫做 我們看一看 你看到呢,其實由跌下來的時間 一日,六月七號跌下來之後 那我們看回六月七號 六月七號 哇,你看到呢 當時由8.57% 一直這樣掃上去,掃到現在13% 是非常地誇張 是越跌越買這樣的款 即是說北水在增持著這隻樂響 再看回前一點 其實一直都不是很支持它 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2%、3%左右 你看到這隻股票呢 如果你說在2021年之前是沒有的 但是近期呢,高位跌了下來 慢慢慢慢不斷的增持 當時由3,4元開始 就開始買入的了 這些位置,3.4元幾 就開始一路跌一路買一路跌一路買 好了,去到近期突然之間 就增持到13% 首先我們要知道這件事 還有買的是什麼呢 就是富途了 富途買了2% 富途又是很有趣的 是最近期才買的 跌了下來就越跌越買的 又是 六月七號 你看到4%不停地買 買到現在5.35% 又是短時間內不斷的增持 好了,其實還有這間 China Machines 招商 招商呢 其實就是這半年裡面 增加的 就不是說好像剛剛那樣慢慢增持 在2月14日一次過買了4,500萬 好了,再看下去是GF和City Bank 但是我們看到 沽出來的話 這幾間 就是保持有人沽 還有 納斯克斯拿了些貨出來的 這樣就有趣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6988 高位的時候又不見有人去增持得很多 這段時間呢 不是有人增持得很多 升上那一陣 但是跌下來那一下之後 就不斷有人增持 甚至乎先舊後新 即是賣了舊的股份 然後再出新股都有人買 還要在什麼呢 在高位裡面和大家買 它不是在低位買 所以要留意就是 咦 近期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 在低位進行配售 而配售完呢 你見到 配售完之後 這隻股票是沒有什麼 怎麼升過的 是一直這樣 保持著都是跌下去的 所以 這一個很明顯 就是一個收貨的表現 那這隻有什麼特別要收貨呢 暫時在表面上 我是找不到任何證據 是覺得它是會收購 合併那些 我找不到的 但是我覺得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是什麼呢 它在大跌下來之前 收貨的程度是沒有那麼密的 反而是跌下來之後 北水買的速度 是突然之間是快了很多 那所以 觀眾朋友 就要留意 這一隻落響 可能 跟著尾 會有一些更加高深的財經 或者是一些收購合併 會在後面發生的 那這一 記住 而今次 這一隻股票的配股 的配股方式 先按出來 去哪裏呢 配股配股 這裡 它是先舊後身 即是說舊的人先賣出來 所以你要知道 為什麼舊的人會賣出去 一定是有一些逃利的地方 那怎樣逃利呢 即是說 我是跟舊的股東去談 談完之後賣給他 那即是說 有機會會有一些更美的事情 會出現 所以這隻6988 第一 我們從配股裏面 我們就要留意 可能之後會有消息走出來 而令到這隻股票有機會爆發 第一樣我們留意 第二隻要和大家看的 就是看這隻 1011 泰寧依藥 泰寧依藥 泰寧依藥你看到 做的時間 暫時還是配股中 未公佈的配售方式是怎樣的 好了 但是它這次所化行的配股 是佔了新股的比例 是24.8% 是一個特別授權 即是說什麼呢 它是本身只有20% 可以在今年裏面配售出來 但是而這次這隻泰寧控股 是需要開一個特別的股東大會 去令到這件事情發生的 好了 我們按進去看看 為什麽呢 因為這個有關商業化權利許可的非常重大收購 其實它這個重大收購就是 這個技術叫做單黑龍抗體 目前處於臨床第二期的階段 所以它又可以醫治牛皮鮮 雷鋒濕關節炎等等的東西 它就因爲這件事要做配股 我們看回這隻1011先 你想一下 剛才我們講到 這個訂立了這個協議 其實不是很久之前的 說的是6月21號而已 說完之後呢 你見不見到呢 好可愛 泰寧醫藥2400萬美元 獲單黑龍抗體技術商業的獨家權 隨即就有news走出來 就說它立即 開頭就是說有這個合作協議 但是隨即就出完這個news 說去配股之後就立即彈了出來 就說可以拿這個獨家永久的許可權 那 它現在在說 整個 即這壇雕一定是承認的 因爲它直接說得了 顧問費那些都說得了 其實已經不是初步的協議 所以它已經拿到回來 但是很有趣的 這隻股票你看看一直都死氣沉沉的 見不見到 高位達下來死氣沉沉的 但是突然之間它要 叫做買 買了這個獨家的商業權出來 而對方亦都肯買 它還要是用股票的形式去拿回來 即是說連對方都覺得這隻股是有潛質 是可以讓它變現到的 對不對 所以雖然在這一刻裏面 你看不到它任何的表現 你看到其實它都是這樣說的 這次的收購交易 是拿這個權利回來的 但是它是用股票的形式去換它的股權回來的 即是說連對方都不想 不會想著拿錢 是要想著拿股票先 即是你想一下 在你的考慮你賣東西出去 我現在不拿錢 我打算拿股票 為何要這樣做呢 我們想一下 為何要這樣做呢 原來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用股票去換回來 將來一定有一個可以賣出去的機會才可以 而且是高於現時的價錢才有用 所以它現時用股票 發了配售股票出來 拿回來 可能你都說的 可能賣了給下一手 但是在這一刻裏面 它們覺得股票是值錢些 所以這隻你見到賣完出去是沒有特別大升的 所以這隻也要留在一個監察裏面 等它要爆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追進去 因為為什麼 因為別人拿多少個百分 拿二十幾個百分的股票 如果它要賣去變演 都要賣一段時間 所以在現在這個方面 基本上我都很肯定 它是一個有前則有條件的爆升的其中一隻股票 好了 最後來想說一隻一隻一九五零 為什麼一隻一九五零 那些人經常不斷問 問了好幾次 而最近它又做了一個配股出來 配售二十個百分 這裡有寫 二十個百分 你看到它做這個財技 2021年3月又做了一次 接著二十二年又做了一次 又是二十個百分 即是說每一個年度 它都是拿這個上限 好了 拿完這個上限之後 我們就要看一下 究竟這兩年裏面 這隻一九五零 實際上在這兩年裏面 即是由2021年的 看看 它是說去年的三月 我想看一下由去年的三月開始 至到現在 3月1日 至到現在 究竟它的股權變動是怎樣 嘩 你會見到 咦 它真的慢慢慢慢 洗乾洗淨 第一 這四十九個百分 潮商的股票已經跌了出來 跌了去哪裏 跌了去哪裏 跌了去他們裏 這一群人裏 即是說中間已經轉換了很多股票 結好 加加慢慢 整六七十九百分 已經轉換了去新的人裏 那你見到 跌了下來 在富途 慢慢慢慢 在增加 一直在那裏 慢慢慢慢上 那你可想一下 一隻一九五零 本身就上年 由2021年的三月開始 大約這個位置 三月 這個位置 差不多最高位 一路跌下來 一路跌下來 接著 然後配了兩次的股票 那就是說 有大量的人 又變成 拿著這隻股票 那為什麼 因為你見到 兩次的配股 都是上限 就是說有一班人 你不要管誰 那班人 就很刻意 喜歡這隻股票去買 但是兩年的時間 嘩 本身的高位是一元 現在跌到一毫九 但是還有人買 那你想一下 究竟誰呢 而買那個人 他一定是看得很好 如果不是不會跌了九成的股票 都繼續拿著它 所以你說這三隻的配股 是不是要留意呢 其實我嘗試了用三個配股的方法 而去當中找一些我們值得監察的股票 而這些股票是有機會會升的 不是馬上買進去 我再重複說一次 我們用這個配股看它的財技 不是要刻意告訴大家 這隻股票要炒上去 是告訴大家 它做了這個動作 有條件去創造另外一樣東西出來 而當創造了另外一樣東西上來的時候 它就有機會會爆升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著這幾隻股票 並不是叫大家立刻衝進去買 所以我們怎樣可以進行一些分析呢 利用財技可以在整個海裏面 有成二千多隻的股票 怎樣可以找到出來呢 其實就是用我剛才的方法 去逐少逐少去看回它們的成交 看回它們的配股的股量 有沒有側向一邊 那你就可以推斷到究竟這隻股票 值不值得去監察 好今天去久了 十二點零一分 今天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的理財業師傅 希望可以再分析多些給大家 如果你們覺得我這些分析很重要的話 希望大家給個like我 還有發給我的comment 給個一字我都可以 告訴我Garrysir你的分析是ok的 同時告訴YouTube演算化 Garrysir的分析可以幫到大家 好嗎 希望給多些like我 記住叫多些朋友進來 聽下我究竟怎樣分析 然後留個言給我 今天就這樣 明天的股票分享會 晚上七點半至九點半 希望見到大家 又下一個QR Code 今天就這樣 拜拜 拜拜 Hello大家好 我是Garrysir 我在金融市場投資了二十幾年 我在以前是一個普通的散戶 但是直至到現在 我已經是一隻一億美金的基金操盤手 我可以告訴大家 當中原理從來都沒有變過 但是我們知道 每天很多人在市場上面 投資股票的時候 都只懂得操作 但是永遠都不會了解後面的原理 如果你想在股票市場上面賺到錢 你不單止要知道怎樣買賣股票 你還要知道股票的原理是怎樣 怎樣去操作 以及它的流程是怎樣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到 我是怎樣由零開始選一隻股票 之後怎樣去分析當中的財技 再利用市場上面的數據 去找出準確的買入點 透過圖表和一些排盤 去找出我們怎樣入市的機會 最後我們怎樣離場 接下來我有個網上的股票分享會 裡面會分享到我怎樣去篩選股票 怎樣在市場上面 選一些股票出來 而這些股票是在未來裡面會升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關於我的家利交易策略的話 你就要留意怎樣去上這個分享會 不要等了 卡了個QR Code 你就可以報名了 我希望在網上分享會裡面見到大家 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y Sir 我在金融市場投資了二十幾年 我在以前是一個普通的散戶 但是直至到現在我已經是一隻一億美金的基金操盤手 我可以告訴大家 當中原理從來都沒有變過 但是我們知道每天很多人在市場上面 投資股票的時候都只是懂得操作 但是永遠都不會了解後面的原理 如果你想在股票市場上面賺到錢 你不單止要知道怎樣買賣股票 你還要知道股票的原理是怎樣 怎樣去操作 以及它的流程是怎樣 如果大家想了解到